會登靈絕頂 一覽中山小 光明頂 陶傑爆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真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日子 我們大家都看到 有正能量 全國大陸民意沸騰 嚴正宣佈制裁 總部設在瑞典的H&M H&M 不,經常說錯 H&M 連帶的波鞋叫Nike 不知道 還有Adidas 你讀一讀方明 為何這些八國聯軍 又壞甚麼得罪了我們偉大的十三億中國人 長話短說 有一個組織簡稱BCI 甚麼單位 用中文,不要說英文 他的翻譯就是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是一個民間組織 這個組織會頒布一些標準 有關於原料 就是棉花 究竟他符不符合一些協會的要求 這個組織有很多成員 有國際成員 分四類 有零售 和一些品牌 供應商和製造商 生產者組織和公民社會等等 有成幾千個會員 這個 BCI 其中包括 剛才你提及的一些 運動用品的品牌 Nike Adidas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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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拍亡浪漫的廣告 Burberry 乾濕外 還有 Gab 很多都是 還有 Tommy Hilfiger Pilmer 還有 還有香港人俗識的 Sarah 還有一隻 鱷魚仔蜜的 貴價T恤 叫 Lacosse 還有 就是香港很多 基層的家庭 極之歡迎的 二家家司 還有 國際大知名品牌 不要緊 這些是他們組織的協會 其實很多行業都有 不過 BCI頒布了一個聲明 就說 因為 關乎新疆棉花的生產 可能牽涉強迫勞動之類 於是 暫停對於新疆棉花的許可證 暫停頒發 換句話說 即是BCI DQ了新疆棉花的一個國際許可證 這個許可證當然不是什麼官方的 但是是一個國際的棉花良好發展協會的認證 於是 在新疆裡採用新疆棉花 原因是 注意到人權組織及媒體指控新疆少數民族被強迫勞動 權益被侵犯 報導深切擔憂 連帶這個H&M之外 剛才提及的品牌都牽涉在內 有部份 所以引起中國大陸 民憤 現在直接是 除了一些代言的明星和這些品牌割蓆之外 另外 無論在搜索的地圖 電商的貨架上面 都一併將H&M Editas 這些全部 落架 不合作 不拍廣告 割蓆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小偉華為 騰訊全部落架 H&M 商城的APP 百度地圖 將這些 商城 專門店 地圖的標記 全部平衛 不幫中產消費者 大陸 即你找不到H&M 在地圖上 在網頁上 外面也沒有他們的品牌 這件事相當之洪洞 當然也是一件令人感應的事 因為很多人將它和一百年前 這個偉大的二和團運動相比 二和團那時候 辣都是辣著八角亂棍 這次是成十個國家 我好久沒看到 中國人民有這麽強大的底氣 是可以和這麽多帝國主義列強 是指口睹鼻來罵 還有這樣嚇到成百人 我怕嚇到 幾十個中港的藝人 亦都非常令人感動 就是他們爭先孔候 不是 爭雙 前副後繼 前副後繼 因為近了一些馮子正舵 她的中文一般 又叫林鄭打科興 又說新鮮時卒 我那時候糾正她 理解你這種成語 是不是後現代的用法 這些年輕人是這樣 即是鬼仔 讀翻書 中文不好 是 你搞到現在非常多的中國藝人 逐一宣佈 停止和這些惡劣的 和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和侮辱中國新疆棉花 這些品牌割席 不做代言 和廣告即刻停 還有網上人號召 明天去H&M專賣店門口示威 部分中國人焚燒H&M衣物 宣佈抵制H&M衣物 把H&M滾出中國 露渴 我不知道鄰近地區的國情或情況 但我記得早幾個月之前 因為中國不讓澳洲的龍蝦入口 香港的主婦 吃了幾個月 靚龍蝦 平靚靚靚 百多二百元一隻 一個星期吃一餐 開邊蒜蓉蒸 芝士牛油焗 說吃過不易樂苦 現在 我擔心 香港人或香港的明星 不跟隨國家藝人的步伐 撿平貨 我怕明天開始 很多H&M或其他涉及的品牌 減價的時候 或者清貨的時候 香港人去掃貨 好像買澳洲龍蝦一樣 大陸的愛國網民已經畫下底線 畫下一條紅線 再跟H&M、Bilmer、Nike等列出來 品牌做廣告的藝人 全部是漢奸 不所以就馬上割蓆 有人燒了Nike的衣服和H&M的衣物 也說誰再穿的也是漢奸 這樣 講到漢奸不是兩制的問題 是一國 現在香港以上品牌 在各大商場開店 我請問香港的中國人 你們到底問一下自己的良心 去撿平貨 應不應該去光顧 還是你說什麼撿平貨 我告訴你 你已經涉嫌觸犯國人 不是吧 因為上面大陸的網民已經定了一條底線 陶先生不行 就是漢奸 什麼叫漢奸 我們這些香港家庭主婦 吃了幾個月 靚龍客 之前又吃過很多車離子 又甜又爽 這些香港人 我們當然是撿平貨的時候 你現在叫人去抵制嗎 你不要啊陶先生 我們香港人有把握機遇 我沒有回答 因為我怕觸犯國安法 什麼 買衣服 我收到很多人 光顧和代言的漢奸 你現在竟然在中國香港特區 鼓勵黃皮膚的 香港中國斯拉雅太 去撿平貨 OK 這是爆偉中的立場 不是 我只是援引這數個月 我們香港的主婦 面對澳洲龍客 和澳洲的車離子 他們享用的樂趣 和消費的習慣 我推演 他們明天開始 就會去H&M Editas Like 剛才你還有什麼 現在還是什麼 飄馬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現在好像沒有聲明 沒有女人 Muji說 是捧場新疆棉花 Muji堅持支持 無印嗎 是無印 是日本人開的 所以日本人優秀民族 就是這樣 不過據說無印的老闆 是日本共產主義者 是嗎 據說 我要核一核實 不過不要緊 不要管誰 總之日本人出品 我不管 日本人就算是共產黨 也比較高 我認為香港人很簡單 經濟動物 如果明天這些品牌減價 或者買一送一 我告訴你便排隊 這些一定會發生的事 因為 現在香港730萬人 包括特區政府 現在不要裝籠作瓦 尤其是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 你要向全港消費者發出一個指引 就是現在國家和13億同胞已經行動起來 到底香港730萬人 應不應該繼續光顧上述這些名店 你要給個說法 我圖見認為 如果光顧你從零點開始 今晚就漢奸 我不代表官方 那你特區政府 林鄭和邱騰華應該有個表態 因為現在有國安法 現在有國民教育 OK 現在你說要改寫通識貨 尤其現在網絡四通八達 如果明天哪個香港人 走進去玄方 或者City Super 幫趁家 開一些SERA H&M 現在被人CAP一張照片 OK 然後貼上大陸的微信微博 說明這個人 我認識他 叫什麼什麼什麼名 嘩 中得了 我告訴你 好似彈了一塊 午餐肉 在一缸的食人倉裏 所以要說清楚 因為第二天你也知道 打了科興又回大陸的人 嗯 是不是 因為現在四通八達 手提電話 是什麼都拍到的 哦這樣 你說我今天走過某大商場 我見到H&M的招牌 我馬上運路走 我怕走近那頭 我告訴你 陶先生 給你惡作劇狗仔隊拍照 我戴什麼鑊 我告訴你 不是的 明天一減價 大家就懂得做的了 我們香港人很實際 我知道你幫公司找一些廣告客 H&M聽到你 明天跟公司廣告部 營業部去談 說你光明艇至少有半邊鋪位都好捧場 對不對 或者是 希望公司給他一個折頭 這些你的動機 我凡是中國人都要用最壞的動機 這是老順港 我是用澳洲龍蝦理論 我們的口腔旗 口腔旗是對的 一會兒就說口腔旗 廣告回來再說 人結地零 光明頂 指點江山 邵澳江湖 光明頂 陶傑爆偉聰 我覺得香港 如果你考驗你愛不愛國 你有一部小米手機 你誰走過你自己認識的 尤其是仇家 入到以上這幾間店鋪 你就拍了一張照片 托朋友在大陸微信那裡登出來 請看以下醜陋的香港人的嘴唸 當全國人民熱火朝天 鼓起愛國精神堅決抵制 萬惡的H&M及其他西方帝國主義烈強產品的時候 這幫醜陋的漢奸香港人 卻急不及待 響應香港某電台主持人號召 竟然趁著一個空檔 在以上的這些帝國主義品牌店 所謂掃平貨 十三億人民堅決警告你們 你們在這個時候掃平貨 就是觸動了我們的紅線和軟纜 我只記得那時候 你們是不是要為了那些 九折八折的便宜貨 而出賣你們自己的靈魂和民族尊嚴呢 噢 噢 這個叫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的時候 你們這些不知檢點不知輕重的香港人 在這個時候 卻偏偏要幫襯用你們的廣東話 臭廣東話來說 我們叫做光顧 OK 光顧這些帝國主義名店 請問你們的靈魂去了哪裏 你們對不對得住 我們一百年來前赴後繼的先年 嗯 我又要問 如果用這個邏輯去推論 沒有邏輯的 那你那些電箱 或者是你剛才說的 邏輯這個名詞都是白人至上主義 邏輯來自蘇格拉底 你說的邏輯就是在種族歧視中國 那各大地產商 或者是那些民意管理 你說得很對 那應該怎樣處理呢 我問問題 我問而已 我問而已 我答 這些Shopping Mall 明天你們應該馬上好行動 效法陳奕迅在大陸 是結束和H&M等 這些名牌的代言contract 你們馬上提早 即是 嘩大哥 解除租約 要賠錢的 那你搞定 香港講法律精神的 不要講錢 愛國不可以用錢來衡量 你也真是愛國是一盤生意 你聽了朱友倫的說話 入得腦你中毒 你知道嗎 這樣嗎 很多錢要賠 我才知道我為何會今晚這麼理直氣壯 因為凡是熟悉我陶傑都知道 包括我老爸老母老婆 我是一世人以上品牌從來不光顫 什麼Adidas 什麼Puma 對嗎 我不覺得你買一雙印度製的波鞋 和買一雙西方白人至上的白人帝國主義國家的品牌 穿上去有什麼分別 我天天去某個身體做健身 很多教練和健身人 包括在藍更衣室裏面 看著我脫衣、更衣、眼睛睛的 從頭瞪到下 都知道我穿哪隻牌子的運動鞋 絕對不是Nike和Puma 是的話 你拍張照 立刻上網舉報 說我陶傑口不對心 是一枚偽軍事 我從來不穿 因為為什麼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生產資本理論 這些品牌 就是在中國設廠剝削廉價勞工的血汗 包括他們使用新疆棉花 因為便宜 然後傾銷回中國大陸抹高價 然後謀取暴利 然後用廣告 用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的廣告 將一代中國的消費者洗腦 令到他們只穿西方歐美帝國主義品牌 唾棄國貨 令到由頭到尾 屢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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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黑了就拿一瓶白油出來 為何不 周星馳 當時擾穿梭機 那支節目叫什麼 430 因為現在拜登上台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否拜登上身 說話有點拜登法 430穿梭機 就是白飯魚時代 對不對 為什麼說到拜登九五八八呢 人家北韓射一兩口導彈450公里 太平洋司令 美軍太平洋司令 就說這個是對亞太構成重大威脅 日本也是說重大威脅 這個死老鬼 拜登說不構成挑釁 對不對 是不是short了他 既然不構成挑釁好 那不請金正恩將軍 每兩個星期射口導彈 OK 我支持 對不對 所以我說為什麼 詛咒拜登上台 他的負能量感染到路電波 講話都和他九五八八 我怕說說說說 我走到廣播裡 就見到小女兒去索耳朵住 我怕的 所以請你 或監製你要對我行為 今天有效監督